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司機金的李奧德 在旁邊是蕭穎青師生,施老闆你好 你好 施老闆,這星期港股正在整顧 跌了幾天,不過都守著26,000多 不過我們的觀眾不是看得那麼淡 知不知道為甚麼呢 為甚麼 因為今日大家看報紙,都見到施生,你對著很多傳媒朋友說 說你覺得今年港股不應該看得太淡 至少看看28,000以上的年底 我們的觀眾朋友,都很想了解一下施生,為甚麼看得那麼好 外面全朝街都看得比較悲觀 人家悲觀的時候,我爬一下液水 這個世界,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當然除了說,物極必反之外 我也看到客觀形勢,其中一些主要因素 第一個就是 我認為中國對香港能夠發揮的功能,還是很珍惜 香港還有很有價值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內地其他城市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內地其他城市,可能GDP高於我們 生產力高於我們 但未必有香港的特殊環境 例如外匯流通 訊息流通 你已經積聚了在金融界的地位 國際的信任 有一個普通法的環境 這些都不是內地其他城市說要做出來的 如果這件事是重要的話 內地未必會行一些很激烈的手段 來處理香港問題 它仍然要保住香港這種功能 這是我認為 一個對香港有利的因素 如果它要保住香港的功能 它在股市、樓市都會撐住客戶 有些祝福 另一方面,有些人又擔心 你中國想做而已 中美磨擦越來越嚴重 香港都放上台了 你不想搞我香港 美國可能未必再願意益利 我自己看,中美磨擦 現在不是三朝兩日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即是不能打速決戰 都打了十多個月 貿易都交了十多個月 將來我相信這是一個持久戰 如果持久戰,都是分階段進行 而金融方面 其實香港扮演的角色 剛才說大陸難以取代 即使在西方來說 譬如紐約時區和倫敦時區中間有一大部分 都要香港扮演 並不是說搞就搞,法蘭克福要搞 巴黎要搞 都未必取代倫敦 譬如普通法的環境 都不是建造出來就建造出來 所以我相信香港的角色依然重要 另外,美國對金融很重視 美國最增值的地方 可能就是華爾街的金融業 芝加哥的企貨市場 整個金融系統 如果沒有金融 他就很難再發揮美元 作為國際貨幣的功能 所以我相信他很緊張他的發鈔紅利 所以金融市場出現動蕩 即是會禍及他本身 美國亦發債發了不少 他都有一定的泡沫性分 所以我相信金融戰 是不會這麼快打的 打這個也是他的王牌 是最後傑牌才出底 沒理由第一輪就出底 所以我自己覺得 每一段時間 香港的金融終身地位 還能保得住 現在雖然有些人說 說深圳 不會,深圳 我相信大陸都要修正 另外香港現在 法治會否受影響 我自己看香港現在 有些政治運動中 可能 法治受影響 但作為我們做生意 簽合同 合同要賠償 要強制履行 其實法庭都是做得不錯的 仍然有一個 相對好的營商環境 所以市面上的動亂 被放大鏡看的時候 可能很影響 人心無好 但香港的基本優勢 我覺得仍然存在 所以之前可能大家 過度恐懼 所以 看得太悲 我認為 再惡劣的情況 應該不會出現 所以大部份 本地的股票 香港的 上市公司 不是就是本地的 很多都是大陸相關 真正本地相關 前一輪跌得多的是 本地的企業 地產 零售 市民市場 讀我認為那一輪跌跌跌 即價格上高 已經反映了 反映多於實際情況 反映多於實際情況 它逐步會好一點 大幢的指數 都會好一點 所以 我們認為 不應該看得太差 就是2萬7,030 前一輪都見過 現在 2萬7,030 即是看沒有進步 所以 我有個同事說 看2萬7, 二萬七,沒什麼好說,沒什麼指示性 我可能說錯,但起碼有一個方向 大方向,是否建立底領? 我認為起碼本地公司建立底領 但我見到很多公司的PE,只有五倍、六倍,嚴重偏低 大家的信心,提到判斷較淡 所以,不要讓一時情緒影響我們的判斷 所以,在今年第四季,我認為可以提高一線 尤其是本地企業,現在已跌倒了 這段時間,大環境可否大轉變? 中美減息,都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減息,只是減多減少問題 歐洲已經負利率 全球有十多萬億元,負利率資產 有些歐洲債券 預支是,到時收少一點 每一百萬元,說明還給你九十八萬元 你也要? 所以,有現金在手的人 要不拿來投資,要不買資產 如果,去買債券、存錢到銀行 其實,沒有了 所以,要把錢拘捕出來 當然,政府最好,留在實體經濟 不過,事實上,都是留在資本市場 所以,我對股市,覺得不應該在這時,看得太差 中美談判,10月又開始了 我們需要怎樣去部署? 我自己覺得,之前都是債券,好像是債券 然後,又出事故 我認為,這次,起碼他們放聲氣 會簽個臨時協議 純粹在貿易方面 突然,特朗普的牌是全打了 最後那三千億 都已經開始 9月和12月都會開始聖收 沒有另外的三千億加進去 我相信,他都希望這時候 施了這麼多壓力之後 會有些成果出來 所以,我看初步成果的機會比較大 在10月的時間,國內當然是建國國慶 中美談判,可能不應該看得太淡 有些機會 與美國關係不會好 但是,短期緩和一下機會是存在的 各位股壇事件的觀眾,要多點留意一下 施生覺得,接下來的形勢發展上高 都應該偏向,可以樂觀一點點 我們看看施生所說 今年年底28000,究竟會否做得到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生 如果各位觀眾,想回顧我們的節目 或多點了解施基金 歡迎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